祝各位身體健康,多謝醫護人員的付出 以及作為球員踢球的我們,比賽未完是不能放棄的 這件事就醞釀了一段時間 要來呢,始終是要來 當然是會令人非常不開心 甚至都挺令人難以理解和震驚 其實這個決定本來就是很不可理喻 但是我之前都解釋過給大家知道巴塞高層的那一種邏輯 聽完之後你可能會更加生氣,但我也要再說一次 你必須要明白究竟這些高層在想什麼 就是當世界大事來臨,引發了巴塞一直以來轉會操作的虧損所帶來的後遺症 巴塞必須要壓縮他們的開支 他們就壓縮他們的辛酬開支 但是他們動不了元老級的球員 這些元老級球員一直都拿很高的工資 動不了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就唯有動一些準備會加薪的球員 即是動一些年輕的球員 年輕的球員一續約就會加薪 所以動他們不讓他們續約 拿走他們的話 賣走他們的話 就變了不用加薪 而且是越好球 未來是越光明的球員 人工是加得越多 所以就非常吊詭 原來巴塞要動一個友好球 前途又光明的年輕球員 這個就變成非艾化米露莫屬 這裡就是解釋到難以理解和不可理喻的部分 所以即使艾化米露未來是沙維的接班人 而且他還要死都不肯走都好 巴塞高層怎樣都要逼到他走為止 但是今次的轉會槍 根本就沒有其他的球員 可以立即開出合理的價錢 去收購到艾化米露 所以必須用到球員交換的方法 而這裡就輪到第二個不可理喻的部分 由於整件事的出發點 就要避免加薪 所以交換回來的那個球員 就是不可以往後再加薪 而且薪也不可以高 未來是不可以有籌碼 要求巴塞跟他加薪才行 即是只有一種球員 就是一種年紀大的球員 而且最好的實力就是低過艾化米露少少 巴塞遲些就不用加薪之餘 還可以在這一刻減少一些新籌的開支 甚至乎還可以幫巴塞倒少少轉會費 結果 未就是減中了這個年紀大 開始走下波的30歲球員 比真力 這樣又解釋到第二個 令人難以廢解甚至不可理喻的部分 就是為何你會賣了一個前途光明的球員 而換一個開始沒什麼前途的球員回來呢 艾化米露交換比真力 整件事當然是淺作怪 雖然我都知道大家聽完這個邏輯之後 更加憤怒 但是大家就開始明白發生什麼事了 我們知道了背後發生什麼事 都總好覺得一個生氣 不知道搞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好了 經過了整個月的醞釀 經過了巴塞的高層 迫到艾化米露心都淡了 這件事發生了 昨晚收到官方的消息 首先是祖雲達斯官方宣佈 成功以7200萬歐元 再加1000萬流動條款 就是收購到艾化米露 來到這裡 你可能會見到 咦?公佈的價錢似乎不錯 在這個世界大事底下 都依然有一個這麼高的轉會費 總共8200萬歐元 就是艾化米露的轉會費 還令我曾經有過一刻的幻想 這次是一個高價的轉會 而不是一個球員的交換 不過過多一會兒 我的幻想就是完全破滅了 當然就輪到巴塞官方宣佈 又成功以6000萬歐元 加500萬流動條款 成功收購比真力 那你就立刻 就是整個人都落盡了 艾化米露8200 咦?比真力都值6500 那就是沒意思了 整件事根本就是兩間球會在這裡 扮轉會 扯貓尾 實質上 球員交換而已 差額尾就是1700萬歐元 簡單說 就是 祖恩達斯用比真力 再加1700萬歐元 交換得到艾化米露 不過巴塞就用一種好聽的說話 方法 去告訴大家 艾化米露轉會費高達8200萬歐元 根本呢 就是企圖做靚條數 就說 當年呢 以4000萬歐元 加盟巴塞的艾化米露 現在就幫到巴塞 賺到一倍的轉會費 但其實只不過呢 是拿回1700萬的歐元回來 還有得到一個 給真力的安慰獎 哦 這樣 那就是說 即是其實公佈轉會費出來 就是絕對沒有意思 轉會費 根本任由你所說的 對吧 你根本甚至可以怎樣說 你說艾化米露 去祖恩達斯的轉會費 是高達10億歐元 直接破了尼瑪的紀錄 是5倍的紀錄 是尼瑪的5倍 艾化米露 10億歐元轉會 祖恩達斯 跟著呢 你就補回一句 他就給真力去巴塞的轉會費 就是9億8千3百萬歐元 那你兩個一起破紀錄都可以 你這樣說都可以 為什麼不行 是一樣的 你為什麼不這樣說 所以你公佈轉會費出來 其實只有淡笑 你是避免講求員交換這件事 只不過呢 就是任他們說 根本呢 就不會有人相信 祖恩達斯 就是首先拿7千萬歐元出來 就是給了巴塞 接著巴塞再拿6千萬歐元出來 給了祖恩達斯 你說有沒有這麼無謂 有沒有這麼笨 你這樣transfer化 你銀行不扣你收獲費 是不是 你虧了收獲費 所以你不會這樣做 整件事肯定就是怎樣 就是祖恩達斯 暫時給了1千萬歐元 這麼大把給巴塞 那就搞定了 就實質上求員交換 任何什麼大額的轉會費 這些全部是講出來的 全部是一個語言藝術 故意啊 叫祖恩達斯公佈了先 就催到轉會費很高 根本呢 只不過是想巴塞球迷 不要那麼生氣 簡單點說 就是托著國家粉飾太頻 其實騙不了人 好了 跟著呢 我就之後說 是引發出來的問題 首先祖恩達斯呢 這一邊就很少問題 因為他們是得益的 只不過呢 暫時給了1千萬歐元 人家 還有呢 給多一點點工 艾法米露 之前有報道說 艾法米露去祖恩達斯的話 人工是翻了三倍 其實這樣說呢 太誇張 艾法米露在巴塞賺 480萬歐元年薪 現在祖恩達斯呢 是給他530萬歐元年薪而已 是加了一點點而已 總括而言 祖恩達斯是得益的 因為呢 他們清走了一個年紀大的球員 接下來呢 是拿到一個前途光明的艾法米露 而且呢 只不過是需要損失了少少的轉匯費 和人工 祖恩達斯的中場實力呢 是會加強的 而且呢 已經不需要再考慮買普巴 有艾法米露夠用的了 短時間內呢 可能訓練這個呢 就是賓坦古雅做派牌形房中就行了 那艾法米露在前面策劃了 至於巴塞又怎樣呢 可以說就引發了一連串的問題出來 首先 球櫃都還未完 還是爭著冠軍 喂 好緊喔 跟這個王馬 急不及待 考轉會 你不是吧 重要一個呢 就是巴塞球迷不想見到的轉會 影響受根衣室的氣氛 那今天呢 聽說巴塞的根衣室呢 是有激烈的討論的 那就說就說是不喜歡的助教 那但是就經意肯定了 一個球員的肯定 離開呢 團結兩個字是成為疑問的了 好了 我想呢 都有不少的巴塞球迷今季 都是打定輸數的了 西甲的冠軍都是黃馬了 今季不想啦 那但是下一季呢 又不到你不想的了 比真力來了 是一個派牌形的防守中場 那大家屈指一算 巴塞下一季有多少個派牌形防守中場呢 有些人說呢 有兩個三個 喂不是喔 有四個的喔 普斯基斯拉傑迪現在派牌了 你還可以他做些什麼 他只可以派牌 迪莊其實出身是派牌形 比真力派牌 四個的喔 而正常來說一場的賽事 你可以用多少個派牌形防中啊 答案是一個的喔 你用這麼多做什麼 那另外那三個用來做什麼 我想問一下 照出啊 照出的話 即是未來巴塞每場的賽事 很可能都起碼有兩個防守中場 一起出踢一場球 那你就立刻幻想到發生什麼事了 那兩個同類型的球員 分工不了啦 互相派牌 你派給我 我派給你 打橫傳來傳去 就沒有什麼向前傳送的辦法了 事實上啦 比真力是一個 在後面策劃的球員來的 他不會好像 艾化米露這樣活動範圍這麼大 可以上到接近這麼拘頂的 這個比真力呢 只不過是多一樣東西的 叫做佛球能力 但是巴塞的佛球就不用他踢的嘛 那你要他來做什麼呢 他來到呢 即是做巴塞 一直以來呢 就是這個普斯基斯正在做的事 他的出現呢 亦都是進一步拖延了敵裝接班派牌 仍防守中場的位置 甚至乎可能要改造敵裝 搞到他不知道什麼 不過啦 講到這一步呢 都還不是講到最大問題那一步 最大問題那一步呢 就是我們再看看球員的年紀啦 比真力30歲 普斯基斯就快32 拉傑迪32 尖頭呆維達爾33 如果古天奴 艾蘭娜都不回來的話 那巴塞得一個呢 就是中場球員是不過30 這個就是清糞產品的壁字 不知道會不會借走 如果借走壁字 那就是全部中場都是過30 那相信大家又是會立即幻想到些什麼問題啦 那對著切爾達那一場球的蔡宥平 我也解釋過啦 巴塞的訓練似乎就不太著重於中場球員的防守意識 追人啊 攔截各樣那樣的 所以巴塞的中場攔截力一般啦 如果年紀再大一點的話 運轉力當然再差一點了 那領先的時候呢 就好像溫水煮蛙那樣的啦 就沒有什麼難節啊 迫搶啊 什麼意識的啦 就是沒有什麼體能 因為年紀大了 就不知道有什麼危險了 假的假的日日會容易呢 是領先被人追回啦 那一被人呢 就是進攻啊 不夠積極搶球 九十必失的危險就是這些東西來的啦 那他們呢 必須要受到刺激呢 才可以呢 就是搶球迫搶 那我都解釋過啦 是必須要被人追回啊 反超前啊 有刺激感呢 才說呢 就會做一些事情 那如果你說到呢 就要受到刺激才可以是積極一點的話呢 那比較容易受到刺激 而再積極一點那些就是年輕球員來的嘛 年輕人容易受到刺激激發起的嘛 但是年紀大那班呢 對於刺激感覺啊 反應就不算大了 那所以 其實巴塞要必須要年輕化他們的中場智系的 而不是呢 將他們的中場老化下來 你老化下來 受到刺激都刺激不到呢 那就大劑了 那但是他們現在呢 就真的這樣做了出來喔 將近24歲去換過30歲的 那所以呢 下一季巴塞的中場運轉力啊 防守啊 攔截的問題將會更加嚴重 比珍迪也都不是一個防守非常出眾的球員 尖頭仔應該是會盡力的 但是他年紀又開始大了嘛 他去到下一季就快入34了嘛 普斯基斯拉傑迪他們兩個更加不用說啦 都開始是沒有什麼反應 跑入禁區追入禁區的了 那這樣呢 就很難打大戰的喔 兄弟 對強隊會腳軟的喔 一對抗起來會不行的喔 那之後呢 就是說呢 預測就是西甲的宇宙大戰的時候 就越來越難和皇馬對抗的了 那巴塞往後的日子呢 是要寄望皇馬在那些弱隊身上失分的了喔 那如果斯丹繼續進化為4-2-3-1主攻呢 那巴塞和這個西甲冠軍是越走越遠了 那打大戰腳軟呢 就是說更加是不能夠打歐聯的淘汰賽 去到八強啊 四強抽中強隊是嚴重了 尤其是抽中英超的是對抗性強隊 那我想呢 如果我是美斯 我看到這個情況呢 這樣搞下去一定呢 只有一個哭字的 因為那個歐聯的是希望越來越小 那巴塞的球迷當然呢 就會哭的了 那之前呢 我都說過巴塞的中場有完美的接班可能性的嘛 就是迪莊接班普斯基斯 艾花米露接班沙維 古天奴接班恩尼斯達 三個不同類型的中場放在一起 引發起之前巴塞王朝的法學作用 結果事到如今呢 艾花米露就走了 沒有了新沙維 比真力來了 延遲了迪莊接班普斯基斯的步伐 之前又不懂得用古天奴 令到他沒有什麼進步 球迷對於巴塞中場完美接班的夢想幻滅 而且現在巴塞的中場過分單一化 太過多派牌型的老化防守中場 就沒有什麼可能可以好像回到以前那些王朝的化學作用 今晚他們還要對馬體會 對馬體會的預測可以說一下 不過呢 就沒有太多東西可以說 所以留在Play場的片尾彩蛋那裡說 也是要多謝各位 按廣告 按廣告 彈出廣告的視窗出來 播出有聲廣告片 Like、Share、Subscribe 這樣才可以幫到小弟友的收入 多謝 先 記得訂閱、按鈴鐺 方便接收新片通知 不要裝擋廣告的程式 要播出有聲廣告片 不要Mute Youtube這裡可以做專屬的會員做專屬的直播 Patreon那裡有不同的plan 包括專屬直播片尾彩蛋 以及微觀昇華同步任君選擇 還有學生優惠 多謝你 我們就是 遲些再見 拜拜